这期我们厉害了 我还好奇 傻嘛 不要这样说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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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无聊斋赚钱了嘛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无聊斋 我是教主 六寿 这期我们厉害了 厉害的点在于就是六寿老师赶来聊这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期我们要聊内蒙 而内蒙呢 其实应该叫内蒙古 人家现在在正经的这个波音里面 不让叫内蒙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这个要聊内蒙古呢 那就有一个小小的 我就小小小的优势 这个我内蒙人 你蒙把我吃了什么 对 然后一个河北人 不知道为什么要搅入我们四个内蒙人的这个局里面 你知道我们那以前叫啥吗 河蒙 叫查哈尔 你们叫查哈尔 你们河北叫查哈尔 不是河北 就是查哈尔是一个省 然后解放以后分成了三部分 归了三个省 那你解放后生了吗 那你跟解放前面有个屁关系 你这个人 我就是求生一下 有一种骄傲感 莫名其妙 我们这期的嘉宾也非常的厉害 我们要一个个来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出现在左手函这期里面的孔连顺老师 什么 大家好 我是出现在左手函那一期里的孔连顺老师 很屈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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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折 还是希望孔连顺老师以后单独来一起 咱们这个介绍的有点太屈折了 反正左手函又拉出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配音这期里面的嘉宾 其实也是双嘉宾之一 我们把当时插画插嘴狠的嘉宾给他去掉了 这个副博文 去掉 我们请到了精灵 哈喽大家好 我是精灵 好 那如果是两万块钱的声音呢 大家好 我是精灵 好 你看这个 如果是那种五块一条的声音呢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大家好 我是精灵 每次都要 你这跟吃饭的时候 别人让你讲段子 有什么区 就是过年了 然后孩子表演个才艺 你这节目录的不亏啊 是吧 我不亏吧 我吃饭的时候让我表演段子 我可讲不出这么好的段子 我一般都讲得很烂那种 以及我们在聊新加坡那期的时候的天天 大家好 我是地球天天 他是地球天天地球 他的艺名叫地球之音 现在还叫地球之音吗 不叫 叫还叫 还叫地球之音 对 很好 不知道为啥 就听着那么环保 特别NGO 不知道 如果你告诉我 今天要听一个地球之音的脱口秀 我可能就不听了 我说我少用点垃圾就行 我听着脱口秀 我们这回呢 齐聚一堂 其实也应该让大家来聊一聊 咱们这个出身 不叫出身啊 就是跟内蒙的关系 我们就聊 在内蒙哪个市 或者哪个地方出生的 然后比如说再待了多少年 现在在哪 就这么几个简单的事 我们正好倒着回来 先从这个地球开始吧 好的 从地球开始 太别扭了 我们能就叫天天了 可以可以 天天 我是天天 行 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 Google Go 这个词好多人发不对 真的 呼和浩特 英语是呼和 呼和 对对对 就是内蒙的这个首富所在地 谢谢大家 不能叫首会 因为是自治区 对对对 您呼和是认真的吗 真的 对对对对 因为他是盟语 他是盟语转过来 所以对对对 你乌鲁木齐也 他不是乌鲁木齐 他是 我也不会 乌鲁木齐 我下次我跟准备思语 乌鲁木齐 是的 那现在还 就是什么时候离开内蒙 大概 就上大学 我那个19岁上大学离开内蒙 那是哪年呢 2014年 对对 2014年19岁 另外几个老师 留下了 一定在算人家的年龄 2014年 我40几 那么你是85年 精灵呢 是在哪个 内蒙赤峰 赤峰 对 刚刚六叔问了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赤峰是赤峰 标准普通话是赤峰 但是我们本地方言就是赤峰 对 感觉赤峰那边说话 确实是有一个往上拐的 对 赤峰 赤峰 你咋了 赤峰 就是这样 你咋了 赤峰 你每天聊天是这样 你咋了 赤峰 没有 我的家乡 那我接下来就用赤峰画给他了 有点像东北画了 是是是 对 我们本来说就是东北画 但你这个味儿不是特别重 你能来一个就是特别本地的那个味道吗 那刚刚吃的米饭 你刚吃的米饭吗 你一会儿再 饿了再整点 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听起来是一个陕西人在东北 听起来是一个陕西人在东北 模仿赤峰画 那孔女神 霍浩特人 我跟天天一个地方呢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霍浩特人 漂亮 我是05年离开的 15年 05年我们都看着你的电视 我看着你视频了 倒十年 倒十年 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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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是现在一直还在吃风 对 一直在 我是乌海 我以前 谁问你了 这就尴尬了 你看这期的主持人也是我 自己Q 我和六寿 六寿不问 我只能自个儿问自己 那教主你呢 我是乌海 但是我离开的比较早 我觉得比较早是因为我小学之后 我就来北京了 这个刚好跟精灵互补 精灵是这个九岁的时候 对 我九岁的时候去的吃风 然后之前呢 之前在北京 你看看 就感觉我们爸妈交换了 就是 还给你吧 不要攀个清醒 攀了个清醒 变形记 变了一辈子 这变了 这节目什么时候拍完 关键是 我当年 因为乌海 它是猛C 所以当年有一个内蒙古黑帕 上来第一句 猛C 不是 这怎么写给乌海的一首歌 猛C 那种 所以我们其实 先来聊一个事 来热热身 就是相当于我们 其实都接触了很多 就是不是内蒙的人 说外省人有点奇怪 他们有没有跟各位聊起内蒙的时候 说出来一些 关于内蒙的刻板印象 啥的 这个有 太常见了吧 太标准 标准的问题就是 标准的问题就是你们那天天骑马吧 就是以为你住在草原上 你住在蒙古包里 那信号不好吧 然后牛羊是不是特别多呀 然后你说的什么方言呀 就这些 然后你说东北话大家不信吧 没有人问过你 问过 问过 上大学那会儿 你大学在哪上 湖北 湖北上 怪不得 大家都问 离太阳 完全是一个问号 对 南方人对北方人 都是一个大的刻板印象 北方人天天吃饺子吧 这都得吃 是吧 这的确是 有两个地方真的是逃不出去 你们天津人都会说像是吧 这真的 是 这没办法 说聊出去 我碰到一个刻板印象是啥 他们都会问我 认不认识蒙文 就拿一个蒙语 然后说这个东西说的是啥 我说我也不认识 他说其实你认识 那个时候很尴尬 因为他以为你认识 然后那句话是什么很关键的话 但我真是不知道这玩意是啥 然后你跟他说确实不认识 因为你拿到汉姆拉底发便 拿到什么文 至少拿一个蒙文 这种蛮多的 就是你刚去 比如说我们都是上大学出去了 你刚入学的时候 朋友会让你表演一下蒙文 就问你 来一段 来一段蒙语 然后我们就自己也不会 就只能糊弄嘛 比如什么 听前很蒙人 就有点前不路不转 后不路转 死地大 我当年会一句蒙人的韩语 但是蒙语真的是不会蒙 我是初中来北京 来北京之后 大家真的就频繁的问 而且你知道讲到地理课 最烦了 就是讲到地理课 讲到匈奴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仔细看我 就差说还我和善 你真的压力非常 带着仇恨 带着仇恨 还会问有没有蒙古包 有 摔跤厉不厉害 我见过最奇怪的 就是他侮辱两件事 第一他就直接问我 你是内蒙人 你是内蒙人 你为什么还这么矮 你看这就是 首先第一他认为很高大 第二他认为我矮 非常生气 其实这个课本印象 还离不开一个事 就是大家都认为 我们那边 就是吃的东西 只有牛羊肉 没有任何蔬菜 在这里真的要告诉各位 是 就是 很少童年的记忆力 没有蔬菜 这种东西 这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 就是对外宣传 每次一区宣传到内蒙 就大家穿着袍子 坐在蒙古包里面 吃羊肉 八羊肉 对 就看不到内蒙其他的 在更多的纪录片 所以大家有这样印象 也不奇怪 对 我记得有一年春晚 是有一个内蒙分会场 然后大家 对 又回去了 你看都穿着袍子 然后弄着马头琴 然后那个蒙古包 说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 一个镜头就回去了 就是给刻板印象 对 那反正说到美食 我们之前给嘉宾们 布置了一个作业 嘉宾们以为我会参与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计谋 因为我根本说不出来那么多 我只能打辅助 给嘉宾布置一个作业 就是大家说一说 家乡的一些个美食 说说内蒙的美食 说内蒙的美食 我们想的是每人多推荐几个 最好三个 咱们其实可以一个个来说 说出来大家也聊一聊 但是我之前其实想了几个 我想了几个 然后露大窃了 你知道吗 我第一个想的是伞子 炸伞子 因为我小时候 我奶奶家就经常 我爷爷跟蒙古人做生意 然后我们家就会吃到伞子 我一直以为这是内蒙的特色 后来我查了一下 我发现任何一个省都有伞子 只要是以面食为主 对 而且这些省都会认为 伞子是本地的特色 你想一下伞子的做法 就是油炸面 油炸面 这个是北方通用做法 任何一种那啥都有油炸面 离海远的就是伞子 离海近的就是油条 但你是乌海 这梗太了 请描述一下你的乌海伞子 乌海油条是什么样的 乌海有点黑色的 跟煤一块吃 铲煤 你看我说了一个 反正我说了一个 不是内蒙 嘉宾们咱们来说几个 谁先开始都行 等一等 做一个 我觉得可以就是 首先number one 我觉得是至少在呼和浩特 就是我们最常见 而且你要说什么 烧卖 你看 中计了 你先说 我一会跟你说说 我哥们做这个资料 跪在那哭的时候 对 就是羊肉烧卖 我觉得应该至少是 就是内蒙西部地区吧 我觉得以呼和浩特为首 就是应该是最最最最最 我们怀念的每一次回家 都要吃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羊肉烧卖里 是不是会放葱啊 会 对 你看 但是我小时 因为我不吃葱蒜 我小时候记得 如果我吃烧卖的话 是OK的 因为羊肉的那个味 会 还有油的味 会盖掉那个葱 对 我尝不出来 而且打了 变了叭了就吃掉了 对 烧卖 其实它是这样的 就是羊肉烧卖 我还研究了一下 就是它就是互相盖味的过程 羊肉盖葱味 葱味盖羊肉味 最后中和起来 就是很很香的 就面就很 面就越包越大 但它里面我觉得 最重要的味道 其实是姜 大家会忽略那个姜 就因为你吃出来 只吃到羊肉跟葱 但其实那个姜味 才是最盖那个 最盖山味的 姜去腥 因为我们家开过烧卖果 哇 这家伙 我妈那边做完以后 就问我 让我尝尝觉得味道怎么样 就比起别人家的 我说你多放点干椒粉 就是那个干的那个姜粉 就是味道一下就上来了 挠一下就上来了 怎么感觉你是中华小当家 我一直以来都以为 烧卖就是肉馅的 然后我之前不是在湖北上学吗 是我吃到了糯米的烧卖 我就很惊讶 我说 烧卖不应该是肉馅的吗 你就觉得他们好可怜 对 我第一次吃到浙江的肉粽 我说粽子不应该是枣吗 豆沙 我在学校里吃到肉粽 我就觉得我前几年都浪费了 还有这么好吃的粽子 兄弟今天中午吃了一个芝士火腿的 是吧 我太奇怪了 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搁 听说现在还有榴莲臭豆腐馅 哎呀 这是怎么 就是不想见人的一个粽子 但是那个时候我印象中 好像我看到的牌子 没有一个写的是烧卖两个字 都是烧美 烧美 而且烧好像都不是烧烤的时候 是烧带 烧带 烧美 对对对 这个有啥讲 你们会了解到这个玩意吗 还是就纯写错词 我觉得吧 就应该是那个 就是在前面开烧卖店的人 那个人文化水平不高 然后就这么写了 那我想起来了 因为我小时候 我奶奶家开小卖部 我就看各种小卖部的招牌 有的小卖部 部字不会写 就写一个耳刀 耳刀都不是耳刀 就是雀 旺雀的雀的右半边 就是那个东西 小卖 这个 你看到卖字就可以了 可以来了 烧卖这样 后来我其实今天想到烧卖 我当时想到了 我就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烧卖就跟伞子一样 每个省都有 然后每个省都认为自己是特点 但是内蒙的是羊肉烧卖 羊肉烧卖 并且我要 这个地方真的要说 我们内蒙人一个特别厉害的点 这个点是24K的软尼 就是他们的馆主 当年去内蒙的时候发现的 在内蒙 我因为好久没回去 我也没点过 我不知道 但他观察了 就是点二两烧卖 在别的地方 是二两馅 内蒙呢 是二两面 哇塞 二两 哇要死了 在别的地方是二两成品 二两成品 在内蒙是二两瓶 对 瓶二两 哇塞 我们羊肉不要钱 就随便 喝劲吃 还能蓄馅 你知道吗 你把馅掏了 再给你蓄上 那点面很贵 我觉得你这样说 听说很容易认真 当真 因为好多他们真的很信 就是自来水龙头里面 打开是牛奶这个事情 我真的有人会相信 但是按瓶卖 这是真的呀 真的吧 按瓶卖 是真的 馅儿不能蓄啊 咱们 对 精灵老师真的是太 对 你说 你说二两瓶 那一两 一两五十块钱 那也差不多 够成分了 馅儿是不能蓄啊 你自己带 可以往里去 也不能带啊 说进去了 那精灵老师给推荐一个得了 那就我们本地一点 我们吃风的 吃风有一个对家 对 你知道吗 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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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听说过 我听说过 我好像当年一个 赤风的朋友说的 这是我最近十年 最想吃的早餐之一 是吗 还没去吃过 就只是把馅儿 从驴肉换成了羊肉 你就那么想 不是羊肉吧 不是羊肉 不是羊肉 对家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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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然后还有 对对对 熏制过的 熏制过的 它是先卤 卤完之后再熏 得描述一下 对家是什么样 对家呢 就是圆形的 驴肉火烧 你给点香 这事我得正经说一下 我们宝丁的驴肉火烧 就是圆形的 对对对 哎呀 哎呀 长桥形那个 中华美食就再把圆形 切成长条 这就创新了 非创新 美食界 里面就是肉嘛 肉是猪肉 它还不是什么 有牛肉 但是很少有羊肉的 我没有见过 然后它是先是卤 卤完之后熏 把它在那个大炉子里面 把它熏 然后剃成一片一片的 夹在里面 要有肥有瘦的 那才好吃 然后它吸引我的是 它和驴肉火烧 有一个很像的一个地方 就为什么在北京 你吃不到正经的驴肉火烧 就是和那个对价也是 你要想吃到正经 好吃的那个东西 那个火烧要现烤 对对对 热乎的好吃 对对对 刚出炉得 对 那这就得守着炉子吃 就得走到那去 这真是好吧 我们下次去趟吃风 然后那 彭律生来 对啊 天天已经把那个烧卖说了 那我说 你别 整的内蒙一共就撒 一共就撒 看谁先说 就是 大家肯定先减自己爱吃的时候 因为我是特别爱吃烧卖 但是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那儿最出名的 还有一道硬早点 就是那个 被子和羊杂汤 对 被子 被子就是我 我每次去你们那儿都会带 不是盖 但是就是很多 不明白什么叫被子的朋友 就会理解歪了 我第一次就是上学跟大家讲 就去外地上学跟大家讲说 我们那儿早点吃被子 然后大家就很惊 你们那种人早点这么生猛啊 没事情 睡前连吵都不起 直接就吃 但这是一个误解吗 我们那个被就是烘焙的被 对 烘焙的被 被子 像就是一个饼 烧饼 类似于烧饼 但是不太一样 传统我们就是 就像在别的地方吃的烧饼 它是没有发酵过的面 就是按我们那儿的话 叫死面饼 死面饼 但我们那儿的那个被子 它那个面是发酵过的 像做馒头一样的 那个要虚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 因为就是霍浩特那边 就是回族的人特别多 然后回族的人做面食 是特别厉害的 对吧 他们能做出各种各样花样 所以说就我们那里的被子 有甜的 咸的 然后什么油圈 对 然后什么糖三井 糖三井 就有各种各样的变种 就光被子一样 就可能有十几种 就霍浩特有一个区 专门就叫回民区 对 就是那个地方回民人特别多 我就是回民区的人 对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六寿知不知道 只能问你了 因为我们四个完全都知道 对不起 我 我这个得跟各位找找共鸣 因为我爷爷奶奶是住在中崎 就乌拉特中崎 他是在五元附近 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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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会做月饼 你知道那个月饼是什么 就是混糖下的月饼 对 你很难说 它是一个月饼 一点也不精致 就是你平时吃的广式月饼 它是我们心中的月亮 内蒙的月饼呢 是真的月亮 白色的中间有个红点 是不是 对 红色的 因为红糖呢 它真的就是面油红糖 弄成了一个很厚的饼 它真的就是你月球一号登陆月球 然后看到的月球的样子 一丁点都不美观 就是那个饼 我想我每年都说 那首歌 说爷爷给我打月饼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点美好的回忆都没有 我说爷爷别弄这月饼 你说玩 对对对 我第一次吃到广式月饼的时候 眼泪都流下 这也太牛了 才能做成这样呢 每次都是因为里边有肉 你眼泪流下 对对有馅儿 但是我要为内蒙月饼证明一下 在我就是看来 我觉得我比起就是那种的带馅儿的 我更喜欢吃内蒙的月饼 当然 因为小时候可能是工艺做的不太好 家里面是会打月饼 做出来不会太好吃 但后来工艺改良之后 现在的那个混糖月饼 是特别好吃的 像糕点一样 因为就是就是吃那个带馅儿 就是什么五十二豆沙了 什么的 虽然说有馅儿各种各样的 但是我还觉得吃不习惯 就是要不然太甜 这个我们也吃不习惯 太精细了 太精细了 但是我们那边那个月饼的话 就是平常都会卖 就不光是你中秋节 你才会吃月饼 我们那是回民人 平常就会卖那个月饼 但是当糕点吃 当早点 对 随时随地都能买到 天天都过中秋节 那我们这早点这顿 非常硬 能吃了这么多 对对对 我们那边没有这个月饼 没有 你那边算东北 你干嘛 东北 东北吃啥月饼 其实那个 齿芳原来 应该是辽宁的一部分 对 然后他又怎么行政区划分 就是划分到内蒙 是的 你还小小年纪 没有 不是因为我学地理 学地球了 学地球了 地球是阴的 那我考考你 我们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这么奇怪的名字吗 这是历史范畴了 这个 没有没有 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 是吗 内蒙有各种旗 他们那叫对不起 这个解释 感觉是我的地方 对不起 你这感觉是在糊弄外地人 太糊弄 这是糊弄任何一个人 我真不知道 我们是招达蒙 招达蒙 招乌达 招乌达蒙 这个很熟悉 因为那呼号特有条路 就叫招乌达路 对 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前身的名字 学姿势了 乌海有条路叫招不招乌路 跪乌海有点不正经 一号一号的 我这个会不会得罪乌海的听众 你回不去了 我回不去了 我真的 我印象中乌海特别小 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往外走 结果我们有个单口喜倦员 好像叫大老王 老赞 是吧 大老王吗 那天跟我 大老王 你还叫大老王 大老王 大老王 大老王那天就跟我说 他说叫是我也乌海的 我说你这也太 真的吗 就是两个乌海人能做单口喜剧 这是我难以想象的 就是不可能 哇天 他说我是代表家乡人民来杀你 这边只能有一个乌海人在讲断 给我一刀 内蒙做单口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吗 我觉得做喜剧的也很多 包括孔女神也是 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低广 低广人 你不整点语言的这玩意儿 再拿不出这么几个人来 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不然内蒙人本来不是很多 到现在也没有 很多的 没有三千万人 你想他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国第三大的这个省市自治区 我的意思就是离太远了 大家只能自己 自己解闷 对对对 边家都会乐一乐 对对对 这玩意儿这个 怪不得新疆的也单口眼眼多 对 东北的也多 把东北更多 主要冷的 理论上冰岛应该最多吧 不是这什么梗 这是找不着人聊天 然后自己在那说端口 你逗自己是吧 别开心 逗得那血都化 第二轮 第二轮 再来一轮 说一说 这个推荐的美食 不是一共撒 你们这惊讶的表情 我们那么地大物博 咱们就一共就撒 我说一个 咱们探讨探讨 他是不是内蒙的 因为我没仔细 每人得说撒 你还得再站一个 没事 很多 你教不起我们 因为我们烤全羊 烤全牛都玩错 然后 全牛 烤全羊 烤羊腿 手把肉 羊身上各个部分怎么做 我们都跟你讲了 关键 新疆人不服 有一种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内蒙特产 因为我印象中 我小时候一直吃这个 然后我长大了之后 很少有 就是铁锅焖面 哎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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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东北的 东北菜 对对对 我们那也有 我们河北也有 不 我觉得 我觉得有在商榷 这个事情有在商榷 因为据我所知 这个是从 山西那边 它是个大锅菜 走过来的 对 那得先走到乌海 因为山西乌海就在这个起子弯 它是往里走 不是往外走 是吗 我们 我们是往山西走 我们往山西走 走得近 那我这个就 其实 其实那个 我觉得 我猜测啊 铁锅焖面 就焖面这种做法 应该是北方的 好像类似乱炖 因为东北叫乱炖 内蒙也有自己的 所谓的乱炖 叫烩菜 包括北京不也有 那个豆角焖面 对 只有豆角跟面 对 各个地方都会做 只不过就是 呈现出来的 确实区别 就是面条 在水多的地方 叫捞面 水少的地方 舍不得放水 就变成了焖面 有道理 大概是 我们内蒙也没有 那么确实 我们有何呀 几次弯 我都挂起了呀 这家伙 那么 我瞎说的 真的 咱们再来说一个 还有吗 有啊 我说过锅茶吧 锅茶 锅茶 完全没听 就是拿锅熬的奶茶 是吧 你们不知道吗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对对对 你们那儿不 早上不吃吗 没有 我们早上 主要这个早上吃什么 也跟经济收入有关 我们那地儿就产煤 就家伙 煤茶 煤茶 你那早上喝一锅煤 他说的是那个锅茶 但实际上就是也叫奶茶 早上 一般早上会在那个暖壶里面放着 然后直接倒碗里面 但是如果你晚上吃的话 就是几个人一起聚餐 就会中间有那个锅加热 同锅 然后他本来是已经是就熬好了 有奶呀 有那些加的那些东西什么的 对 然后边上有好多小碟子 碟子里面有奶酪啊 还有一些小块 就是那种面炸的那个块块 一个一个一个 果条类的东西啊 还有酥油 还有奶嚼扣 还有奶酪 还有一些 应该有一些牛肉干吧 牛肉干 对 牛肉干 炒米 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好 牛肉干炒米 这一般就是 厌情外来的人 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是个东北人来介绍的 这么前 这个大龙观 我也很意外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 关于美食的节目 所以还比较了解 对 还有一些文化呀 是吧 就是唱歌啊 哈达啊 敬天敬地 让你干一杯酒啊 然后现在哈达就是不坐下 你就一直唱 然后一直逼着你喝酒啊 等等这种 就是很常见 是 锅茶 你只要没喝死 就继续劝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锅茶 我得说一下口感吧 口感 那个是有点咸甜 咸的 咸的口 所以要吃奶酪 甜的 对 我们内蒙熬奶茶 一般都是熬咸口 我现在已经大概看出来了 就是作为一个乌海人 你是没喝过是吧 我其实我就是没喝过 连河北人都喝过了 真的 而且我喝的 刚才说的是富贵版的 就有牛肉粮的那种 我初一来北京 我初一之前呢 我们家很贫瘠 早饭是什么 没吃过早饭 早饭 就是别人桌上剩什么 就吃什么 妈妈说你放羊的时候 跟羊一块啃一点 挺早的 我早上真是吃被子 就是被子 不是 就是自己盖的被子 吃了羊 太穷 饿了啃得了 把这被子里的驼绒 哇天哪 驼绒绒的 你瞧这 从蒙古人那做生意 薅过来 不过这我解释一下 其实不只是内蒙 就是新疆 青海 西藏 就西北地区 其实只要有奶茶的地方 其实都是咸的 那应该是这样的 我应该没猜错的话 都是咸的 好多人可能争负不惯 我觉得一来可能是 是不是就是 当年早年间的地区 糖的产量会比较低 应该是 而且就是 每天就会有大量的放牧 需要补充盐分 对对对 所以直接就是咸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功能饮料 对 是主食功能饮料 并不考虑这个东西是作为零食来喝 对对对 那是真正的战马 战马打钱 战马打钱 对 其实有个大概的线索 可以那啥 就是好多 中国所谓美食的主要功能 就是为了下饭 就是让你玩命吃碳水 成本最低 撑的时间最长 是的 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可以拓展来说 这个东西我真的很少在其他地方见到 而且我有一段时间不吃 其实还挺想念的 就是炒米 炒米真的很好吃 很香 非常的香 但我印象 有可能暴露我的经济的窘迫 我印象中 我们那个炒米里面偶尔会有沙子 对啊 是得有对吧 那倒不一定 那倒也没有 我印象当中也有 可能那会条件都不太好 跟人家这个首府的 那倒也没有 只不过我们家不太熬奶茶 炒米拿那个奶一泡 那个是真的非常的香 对 而且里面很多 还会放一点 放黄豆吧 那个是 黄豆 是有我见过 黄豆 里面反正会放一些个搭配的东西 你是在说奶茶 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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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炒米里面会有一些豆 然后还有一些会 就加东西随便加 但真的非常好吃 三位嘉宾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我们比较精致的炒米 你还是不放黄豆 是吧 黄豆是黄豆的 我们放黄豆 是为了吃不出沙子味 我后来 太惨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就是可能乌海风沙比较大 对 做炒米 是在户外做的是吗 所以说那沙子不是炒米里的 而是你喝的时候刮嘴里的 对 三倍追来的 黄土高原 关键是那个东西有点像 就是那是我们小时候的卖片 我们小时候没有要和什么卖片 整什么玉米 什么玩 就是炒米这样的东西 哎呀 非常的好 而且那个东西就是 我不确定 我忘了是黄小米 还是粒米素米 做就是炒 素米好像 就是五谷杂粮里面的五谷中的一个 然后用油炒出来的 然后他用奶茶热水泡出来以后 热奶茶泡出来以后 又香又顶饿 就还是其实就是因为 扛时候嘛 对对对对 不光要扛时候还得扛洞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以前上学那零下三十多度 哇天哪 忙死里呢 我在内蒙的记忆就是我小的时候果然巨厚的棉裤 就真的是穿棉裤 然后在那个雪里面踏着走 怎么 你看三个城里人又闪过 炸了我们小室 这个还是有功名的 有功名 我们也是有首歌唱 梦西 你现在不要质疑自己好不好 你现在感觉 对 我说每句话都质 你说什么都感觉要质疑一下自己 没事 你永远是内蒙的好儿女 从没想过聊自己家乡都自卑 压力非常大 炒米 还有其实小吃也可以算 一些个美食小吃好喝的都可以 好喝的我突然想起了杀吉汁 杀吉汁 杀吉是我们那边特产 那也是我们那儿的特产 就是咱们 我们大队 你就一定要把自己花了 半个小时不到 被我成功分练 那么大平方公里 对 也是属实有点远 对 你看就明显是划分出了地狱邦 不行不行 我们得团结 我挑战一下 是这样 就之前就是交通不那么发达的时候 从霍浩特去 齿峰是要经过北京的 对 他直接过不去 要经过北京 看来就是好远 对对对 就是非常远 所以内蒙太大了 沙吉 沙澡是不是内蒙 还是陕北 应该是有 就是陕北宁夏 对也有可能 因为我住的那个地儿啊 真的是 就是乌海 它真的是离山西 陕西宁夏 非常近 一会我们聊口音的时候 可以聊到 它的说话都有陕北的味儿 山西的味儿 对 那个感觉 是因为内蒙太大 所以内蒙人说的方言 根本不一样 南方人有的时候会说 我们南方方言很多的 隔村不同音 对 邻村不同音 我们内蒙也是 邻市不同音啊 只不过两个市 离四百多公里 对 大概是这个样 还有什么 小吃 对 刚才我想插一句 就是那个 我们不是聊到烧麦吗 羊肉烧麦 还聊到了被子 然后我们呼和浩特 有种吃法 就是把羊肉烧麦夹在被子里吃 这个是面夹着面 夹着肉 对 夹着被子夹烧麦 就是被子夹烧麦 是我们比较常规的叫法 然后它还有两个别称 美化的名称 叫做珍珠被子 就羊肉烧麦 有点像珍珠夹进去 对 那个丑话的名字叫 癞蛤蟆吞蛋 癞蛤蟆吞蛋 对 癞蛤蟆吞蛋 这个我听过 你就说吧 我去过忽视一个美食一条街 然后它那个牌子上面写 癞蛤蟆吞蛋 对 我就开始找华吧 这后面的名字 一定是我们班主任 当时上学时候班主任喜欢的 就是大家只要敢在教室里 吃被子夹烧麦 班主任会把他骂出去 因为味太大了 味太大了 对 你不能说它臭 就是那个羊肉跟葱 你等着吃完葱 相互干 就是镇压全场 那个味道 感觉就是上一顿烧麦没吃完 也不是 特意的 还是顶饿 烧麦那个皮儿了 很软糯 里面肉很香 但是那刚烤出来的被子是脆的 对 然后夹在中间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忽视对夹吧 好想尝一尝 忽视对夹 这都是分的这么细 但感觉天天说完 还是显得我们很平级的样子 刚才说完两种组合在一起 潘水家 潘水 没事 就还蛮多的 我举个例子 还有就是那个羊肉汤的油面 油面 油面 对 油面 虽然说这个东西也不算是纯内蒙的特产 但是羊肉汤油面应该是我们这边就是做的会比较多 然后也是在现在在外面也是蛮发扬光大的 西北油面村基本也是以羊肉汤油面为主的 对 吃过吗 吃过 这个吃过 我想起来了 吃过 你还吃风沙子吗 我吃过 我太惨了 嘴里又泛起了沙子的味道 我们明明聊的是家常 为什么总是有一点凡尔赛的感觉 这个都能凡尔赛 我也太惨了 我那年去忽视听演唱会 听陈一迅 因为新东方是这样 当天在新东方 然后周五周六周日基本上都上课 所以你能听演唱会 你就不可能是说等着有一天他来北京 太难凑了 你要努力去追他们 然后当时正好就去忽视听演唱会 然后吃一次忽视的一个面 叫酸奶面 它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新来糊弄外地人的 他有一个算是网红餐厅 酸奶面 我当时就在想酸奶面是什么呢 酸奶煮的面 就是酸奶煮的面 这个面我的妈呀 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就酸奶煮的面 我希望通过这个引出一个美食 就你能看出来 我刚才跟孔女生我们俩对视了一眼 我突然不想打断你 你知不知道国外到中餐叫做左宗堂基 就是我们国内并没有这道菜 我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看他都能拿酸奶面来招待外地人 那就说明奶便宜 奶随便用嘛 我是想说那么还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奶酪 这个你得 我说一个词 这是我爷爷老说 酪胆子是怎么叫的 酪胆子 行OK 那是陕北方言 因为我爷爷 我奶 我得辨别 他们说的到底是山西还是陕西 奶酪我在我爷爷讲就是中期 乌拉特中期吃过一次奶酪 就他们那个卖的奶酪 哎呦 我天哪 因为我太喜欢吃甜的了 我那个奶酪我过年了 我真的是过年 眼泪快流传 我买了十斤 然后搬回北京 然后没事也让我爷爷寄十斤过来 那个奶酪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 你很明显看他不添加任何东西嘛 所以火车寄过来 或者空运寄过来的时候呢 一定就是化了 有点化 然后大家都坨成一坨 你真的就是从上面撕 撕着吃那个各种弄成什么小山楂之类的 哎呀 太喜欢了 我淘宝里面还收藏着很多家 就是内蒙的奶酪店 没事就要吃一吃 演出少的时候 因为吃完肯定会胖 所以演出少 吃一吃 然后后面空一空 这样吃点炒米 想想沙子的味道 就能饿起来 直接吃沙子就好 奶酪 奶酪 还有我们都说到甜食了 其实我们的奶酪品真的还是 该说水果 是真的 就不过刚才教主提那个酸奶面 可能我们真没见过 但是酸 别老说这个菜 我的脸子已经挂不住了 我还喝了 但是酸奶饼我们是有的 就是在那个猛餐店啊 会吃到那个酸 其实就是酸奶和的面 然后做成的饼 是不是也叫酸奶和面 哎呀 酸奶和面 酸奶和面 没问题 你那个只不过人家给你分开做了 对对 没货在一起 没问题 好 我心里比喻多了 就纯蒙餐店会有酸奶饼的 嗯 还有奶豆腐 奶豆腐 奶豆腐也很 很珍贵 很好吃 但好多人吃不惯 能说出好多了 奶豆腐 奶皮子 什么奶背 所有奶 对对对 奶枣 奶枣 也是 新疆的应该是 好 OK 没问题 那我怎么在卖内蒙特扎那家 变奶的 我突然也没回去了 这个真的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小时候的记忆 真的是忘光了 我去年开车 然后自驾回到乌海 回去了之后 我爸妈还带着我们去看那个平房 小时候住的平房 大家很感慨 然后在那门前 说这平房 这么多年 第一次回来 然后拍个照吧 拍完 拍完了发现 我们家在那个房子后面一拍 大家特别感慨 这都是什么记忆都忘了 自己家都忘了 你还指望什么 是记住了沙子的味道 沙子味道是还记着的 所以就不得不 说去沙子就不得不提 一个地理的现象 顺便我查一句 就是说之前有首歌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叫猪都笑了 什么 江西人说 他能吃辣 对 湖南人都笑了 这里边的第一句就是 北京人说他风沙大 内蒙古人都笑了 就是这第一句 这也不是什么体骗的事 对 就是确实是沙子多 的确是 我我有一次拍那个沙尘暴 给我的南方朋友小伙伴看 他们以为我们这就是叫世界末日了 就是那个一步一步要过来 末日感 全部天都灰下来了 黑了 就是你已经没有浓见度了 然后那个我开那个门之后 他又给我关上了 对对对 然后我又开开了之后 然后我就摸了一下那个门外面的那个边缘 全部都是土一层 我整个手全部都是灰的 对 然后那天没办法出门 如果出门的话 就整个满脸就是沙子了 但是现在好很多 感谢国家的这个三北防护林的建设 好的 你刚刚大家想说什么美食 就说了 沙子 沙子炒肉 沙葱 沙葱 沙葱羊肉汤很好喝 对对对 我不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也是纯内蒙的 但是反正内蒙应该很多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这应该有沙子的地儿都有 每次吃猛餐都会点的东西 对对对 沙葱包子和沙葱做的那个凉菜 对对对对 非常好吃的沙葱 对还有沙葱烧卖 我想起来我为什么要离开那蒙了 全是葱 全是葱 那你也不能去山东啊 山东也没去 那沙葱没有任何葱味啊 对但是它有葱这个字 我就介意 真的是这样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你是文化过敏 文化过敏 文化挑食 咱们这是 非常好 还有吗 整个点 在河北人面前 站直到腰板 手把肉啊 烤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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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没太注意 它实际上好贵的 对对 而且是 它全羊了 那当然贵 而且它有一个开羊仪式 是 就是可能其他人不太清楚 会有人上来 然后那个羊身上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中式物 对对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袋子 然后这个宴请的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请 无聊斋 两位来 然后你们两个就一人拿一个剪刀 然后过去 剪彩 然后旁边还有人唱歌 放着音乐 然后在你脖子上 线上哈达 然后敬酒 就是整个的一个仪式 就为了吃一个羊 但是呢 不喝到晕 不让你走 无论吃什么菜 喝到死为止 有的菜还没吃呢 刚进门 咔咔几碗酒 嘿 对于那猛印象就停在这了 两眼一喝 也没吃过菜 两眼一嘿 我当年去讲座的时候 那个校长就劝我们喝酒 就劝我们玩命喝 说他们跟蒙古人喝酒 更是 就蒙古族人 然后喝酒 真的 哇塞 他说蒙古族人喝酒 有一个喝完的标志 咱们怎么呢 咱们是观察 这个大家的性质 然后说 喝差不多了 回去了 蒙古人是 今天只要有一个人 还坐着就不行 不得是躺在桌底 咱们这一段就喝完 没人买单 服务人得拉出一个 能救醒谁 随机挑选一个 服务人直接摸人口单 摸人钟 能救醒谁 谁买单 所以说在内蒙酒量好 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 要买单 酒量不好 喝死了 压力大 但是说到内蒙 美食你看是一趴 但有一个现象 肯定是 我相信是独有 我其实刚才想说一个 黄曲桥 爆炒羊羔的肉 忽然意识到那是宁夏的 所以我们住的地方 真的很边缘 稍等 就是有一个 我一直在等你们说 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说牛肉干呢 因为太常见了 所以就把它忽略了 就是想说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 对对对 而且 风干肉 大家都不知道 你说了它有什么用的 你说一下大家平时能买得到的 关键牛肉干太多了 北京西站门口都有内蒙特产牛肉干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不一样 是的 从内蒙卖的 从口味啊 制作工艺啊 有炭烤的 还有风干的 我吃过最好吃的是 我姐夫从通聊带回来 对啊 通聊的风干牛肉干 科尔庆草原那边牛肉特别好 牛肉质量好 对 对就外边是已经风干了 但里边还有几丝嫩嫩的肉 是的 对 那个加上辣碗蒜 夹上辣碗蒜 吃肉不吃蒜吗 相对少一半 你这个邪门歪道的 这某人受不了 不是说 加蒜能让任何肉的 那个方向程度 直接往上提 但你这个辣碗蒜 Level更高的意思 还有醋味 这里边 非常厉害 说到通聊 给各位一个提醒 如果去通聊的餐馆点餐的话 米饭呢 点N-2就行了 我们上次说 五个人五碗米饭 上来就是五盆米饭 五盆 压力大 有一个现象 美食其实可以聊到这儿 但有一个现象是内蒙独有的 就是我们任何的文字 只要是标牌 它都是汉语加蒙语 连当时的身份证都是 如果你的身份证是内蒙户口 就是内蒙的身份证 上面是有蒙语的 这个就真的解释不清 你不认识蒙文的这个事 你的身份证上都写着蒙文 你不认识 我感觉那个蒙文上的 蒙文的意思就是 这个孙子不认识我 你可以羞辱他 大概这样 到处都有蒙语 然后我 你们你们蒙语水平怎么样 你们认识蒙语 就会说一些简单的词吧 我会说三 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 我爷爷教我的 我爷爷数钱就数到二 他就数到三是吗 三进制的 一二三 一二三 我数到三 把羊毛交出来 我爷爷做什么 今天收了三个三 那个什么理由 因为我爷爷当时怎么教我的 就是因为吉祥三宝那首 歌 他里面 咕噜咕噜咕噜 是什么 那个咕噜咕噜 我爷爷说这就是三 这是数数 我爷爷蒙语的数很熟 可见你爷爷的蒙语的水平 又非常有限 但分多知道一个 就数个口也解释了 对 大概 大概这个样子 你们 你们试过学过蒙语吗 对 其实就是 我可以 对 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在我高中 是一个蒙汉和校 就是那个 内蒙古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 我附属中学 你好 对 你是哪 我是十四中的 你十四中的 十四中的 也非常不错 就是 很独眼 有一种居高临下 也不错 也不错 你们刚才对我的羞辱了吗 我们不服 是初中 十四中是吗 还是高中 高中 其实十四中也是很好的学校 就排在他们学校 紧随他们的学校 对 排在 紧随他们的后面 他们学校是第几 别一个399 一个400 他们第三吧 差不多 对 就是 反正 霍浩特的高中的话 不是 好的少 反正就那么 四五所 对 不像齿峰 齿峰他们其实有几个 很牛的学校 是吧 齿峰二中 齿峰二中 好像红旗中学 红旗中学 对 都是之前出状元的地方 对 胡适好像也是二中 最好 对 刚才说什么来着 说乌海没有好中学 你开始自取其辱 我先说了 不是 你考虑一下乌海听众的感受 你不要这么 自己黑自己 乌海一中还可以 海一中 海一中出过状元 对 出过 就是 过年 就那横幅 据说现在都没摘 你说蒙汉和孝 蒙汉和孝 就是 他们会招那个 纯蒙污族的学生 牧区的学生 什么 到这边学习 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听到 他们跑操的时候 他们会喊 一二一 一二一的盟语 所以为什么我不知道 三是什么 但我知道一和二 咱俩齐了 咱俩齐了 对 一就 我不一定发的标准 他就是一二一 Nik Holo Nik Nik Holo Nik Holo GuruGuru 对 Nik Holo GuruGuru 对 感觉真的像一个黑人挑战 对对对 有点黑人 你给我跟那儿 咕噜咕噜 东北人挑战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一二 还有就是大家应该 可能会听过 就是 Sebano 欢迎光临 Sebano 11 什么 Sebano 11 这又是感觉去了日本 英语不太好 我小时候仔细研究过 我觉得这盟语好难 就算我一直觉得 他就是写的长 就是一个字 我说一 就是这么短 二 再长一点 三 更长 我小时候听过那个笑话吗 说一是一话 二是两话 三是三话 哥们要写一万字 没出门 邀请姓万的人来家 参加婚礼 然后一直在那儿画痕 我当时就觉得 盟语是这样 我说盟语的值得多长 都得弄成这样 后来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它有点像韩语 就我们看着是一坨 但实际上 它那个是好几个部分组成的 它有它的生母 然后元音 辅音 我离开教书岗位这么久 元音辅音 我都不知道叫啥 生母孕母 元音辅音 往那儿放 可能有这个感觉 但我觉得就是 蒙文真的需要好好保护一下了 对 而且因为是这样 就是那个 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咱们看的那个书版的蒙文 其实现在也就内蒙有了 外蒙已经变成类似 对 俄罗斯 变成字母了 对 所以就是 他们就是 因为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那个蒙古国的留学生 他们然后就有时候就是 我看到过他们拿报纸看 就上面全是这种的 还介于俄文跟英文之间 对 它不是纯俄文或者纯英文 对 就他们自己也就是看不懂那个蒙古字 他们自己也看不懂 因为他们不用了已经 对 尤其年轻一代他们已经不用了 对 长久以来外蒙是被俄罗斯援助的 对 还有供电什么都 对 就基本基础设施什么之类的都是 我小时候班里也有蒙古族的小孩 印象很深 因为都叫巴特 真的 好多巴特 巴特 巴特最多的 对 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叫啥 他叫宝因图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他的名字 叫宝因图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地图上 内蒙有一个地方 还是县 还是市 就叫宝因图 就他是有自己的蒙古名字的 然后他为了让汉民能记得住 就是能能叫出名字 人就起个汉语的名字 叫宝因图 对 小时候 那我以后就叫石镜山了 你叫石镜 石镜山 起的这么小的一个 哇塞 你们有接触过一些个 印象比较深的蒙古人 你说是纯蒙古人 因为蒙古族他是可以通婚的 他不像那个维吾尔他们 就是所以其实现在纯的蒙古族的人 很少 反正肯定是越来越少 对 都是蒙汉混血 对 蒙汉混 蒙汉这个词听起来都有像一个很猛的猛男 蒙汉 他一说我是蒙汉高中 哇塞高中好猛 我就是蒙汉混血 是吗 是的 身份证可见 蒙汉 两个猛汉是怎么结婚的 去冰岛 我们内蒙普通话其实也很有特点 可以来聊一聊家乡那些话 因为我就抛砖影域 我们那边说话呢 特别像陕西 然后也有点像山西 所以我小时候听 就是沙北话吧 沙北话也不是 这你有点太陕北 在我们那儿就觉得有点土了 我小时候听侯宝林模仿山西话的时候 我惊讶地发现他模仿的那句跟我奶奶说话非常像 他就是里面说什么 就什么什么 那个哇 我们那儿就老说哇 我们山西 还有日本都说哇 都有这个哇 后来你发现好多小小孩 小姑娘 年轻人 小伙子 打字的时候 都会那个 你把那个东西放了哇 就显得很俏皮 我当然第一反应我们内蒙话成为潮流了 小家伙 内蒙普通话 关键是我们还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词 你们那边会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词 对 其实内蒙西部地区吧 这可能得分开 因为内蒙太大了 就是西部地区 它有一些比较特色的 东部区的一会儿让这个 美丽的小姐姐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西部区 它有一个特点叫鸽字头 鸽字头 对 我专门大概了解一下就是鸽字头 有很多比较特殊的词 比如说 鸽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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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鸽就是蹲下的意思 蹲下的意思 然后那个有一个经典的话 就是我经常会说的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蹲在那儿 不知道在干啥呢 然后我说 你看这段俄语 我们说的是 鸽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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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鸽鸽 我们来闪美 鸽字头是一个特点 还比如说 就是它其实有点像一个语气柱词 就是什么都可以鸽 比如说 不要挤了 就你说不要鸽挤了 不要鸽挤 对 然后你不要 你把这些衣服整理好 不要堆在这边 就是不要鸽堆在这 鸽堆 对 就大概是这个 哎呀有意思 鸽字发言 对 他们有一个鸽字头 我们也用鸽袍 鸽袍到底什么意思 王八蛋的意思 对 怎么能在节目里交代 我这个呢 因为以前有一笑话 这笑话只有用内蒙话讲 特别有意思 你要知道扔是帽 帽了 然后鸽袍就是傻逼 或者这个 王八蛋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 有一个女孩下楼扔垃圾 垃圾桶太高 被人掉进去了 路过一个内蒙人就说 哪个回可跑 怎么好个女子都冒了 就是他得吃这个口音才有意思 帽是扔的 什么东西不要 怎么好个女子都冒了 这个应该就本地人能干到 很多就有点像阴译的那种词怪 你知道红麻不溜吗 红麻不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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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一个人就是一丝不挂 你不穿衣服在这晃悠 叫红麻不溜 红麻不溜 我知道怎么写了 到现在我没搞清楚是哪四个字 我是从这四个字里边找出一点逻辑了 但是没照着 一个逻辑 红麻不溜 你们那是说潮种吗 潮种不说 啥玩意儿 潮种是不是也是骂人的傻子 是吧 潮那 对 对 潮惑 我们是潮种 潮惑 而且一定要读成特别低的三声 潮种 潮种 隔天喝两种 这还是东北话 但是我们说的 这东北人不说潮种 对 那你们那是说傻袍子吗 不说 不说 我们说一个人坏 傻 灰 灰猴 灰猴 变成形象 用动物来比喻 灰猴 就灰 然后说一个人很傻 他早做很荒唐的事 叫 糖 糖 糖祸 糖祸 那小孩咔嚓了 还有一个就是叫 散生他浅 散生他浅 对 就也是说一个人特别虎 我就干这就是那种的不过脑子 你有普通话说一遍 散生他浅 这个 你拿普通话说特别怪 好拿的 散生他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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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 散生他浅 这种就很 你能不能用方言来理解 这感觉是从哪个地方英译过来的 对 但是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初中到北京 我就发现 就是内蒙话鼻音太重 我一直觉得鼻音重的这个 这个就就会显得 没那么的fashion 有点土 最好 最好 最好连鼻音都没有 你看北京话连舌头都省了 你把舌头堵到嗓子眼 你说这就是北京话 这人 他这也孙子 这也灰猴 你们还记得一些个内蒙话的笑话之类的 我这边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笑话 就是 猛K就是东盛 也就是鄂尔多斯 现在叫鄂尔多斯 东盛是一个区 然后他的车牌是猛K 你那个是猛C吗 你们家是 猛C 永远唱 然后那个陕西有一个市叫榆林市 它叫陕K 对 所以他们这两个人碰在一起呢 会发生一段对话 那就是开猛K的人和开闪K的人堵在一起了 闪K的就跟猛K的说 我们这闪K 让你闪K 闪K 然后猛K的不服了 我们这猛K 猛K 你们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有文化吧 文字battle 字母 字母battle 英文文化 英文文化狗 我们其实可以再回忆一下 小时候的家乡的一些个样子 以及气候 刚才其实说到沙尘暴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刮沙尘暴 我真的很常见 我当时在北京 我01还是00年 那个时候沙尘暴刚到北京 我也到北京 不知道有什么 带来了 您是猪八戒 真的 带一沙尘暴 我这个 我黄蜂怪 我这才行 我看了当时北京晚报上就拍 我是那天 我发现篮球场没人跟我抢 就我自己打篮球 然后在那排球 很开心 然后北京晚报上登说 沙尘暴天气 我说啥 这不是我小时候天气吗 我想说每天都这个天气 每一天 我印象中就是大家走在街上 你隔了十米 就是看不见人的 对对对 北京晚报上写的 沙尘暴天气 医学生坚持练球 你看就是小时候穷过 有篮球梦 吃潮米里面肯定有沙子 但沙尘暴 我记得就其实 就是即使是在内蒙 也基本上是春天 对 主要是春天会有 对 我记得我当时就上小学 我带红领巾 就当时刮最严重的时候 天是橘红色的 对对对对 就真跟那种 像疯狂Max什么 看这种末世那种电影 就那种氛围 对 然后就是我当时下学 就把那个 因为那个红领巾蛮薄的 就把它照在脸上 照在脸上 当防空章 小时候哪买的去 什么护目镜啊 没那东西呢 那时候 就把红领巾照在脸上 然后前面就隐隐约约 能看见路 然后骑自行车往回走 当然小朋友不要模仿 特殊条件的是 小朋友现在也不 小朋友都是坐爸爸的车回 模仿不了 现在小朋友不像我当年 不像我们当年 现在人都上网课了 已经 对 真的小时候就是那样 就沙子你要 但凡不这样保护一下 打到脸上生疼 对 就真的一路你挨回去 那个脸就基本上 你到家 你看吧 那鼻子眼里了 就是耳朵眼里 全是沙子 对 那我暗自揣测一下 放学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是 这个做法 就每个人都是 红领巾蒙面回去的 也没有 调教孩儿可能也是 爸爸开车接过 调教孩儿也跟着自己家 骆驼往后走 在骆驼后面走 就轻松一点 此刻我同教主站在了一间 你看 我的战友越来越多了 我小时候还一个印象 就是那种四季 真的是非常的分明 对 尤其是夏天和冬天 真的是不愧对 这两个季节的名字 冬天有好几次 我觉得就是我不行了 我走在路上 我才想 我该不会已经死了吧 我如果已经死了 我就不该熬夜 写那个数学作业 你知道 我太亏了 太冷了 那个时候 而且你的脸 就永远会冻村了 村了 就抹那油什么的 都没用 我是 我到了北京 我才知道 就是人的皮肤可以水 那个时候 真的是 忙死里冷 而手也是 手动 就没有一双手 是嫩嫩的手 那种感觉 有钱人家也是 让仆人给他捂着 其实内蒙这边 确实蛮极端的 对 就是他那个夏天 也是那个阳光 紫外线特别强 而且水分里 没有一丝水分 就是干晒 空气里 没有一丝水分 没有空气里 我刚才说什么 阳光里 水分里 没有水分 漂亮 我们喝的水 喝的水都只有养分子 都给我晒的 这个神志不清了 然后就是特别晒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内蒙 只要你有阴凉垫 那就是凉快的 就是凉快的 对 但是你在南方 阴凉垫它是潮的 对 然后冬天呢 又极端的冷 就是小时候经常 零下28度那些 就是长事 然后小时候就经常 就是骑自行车 你要今天感觉 就是天气估计错误了 没戴帽子 那耳朵真就冻伤了 对 就又痒又疼 对 可能很多人没有被感受过 冻伤是什么感觉 会肿胀 还有点 对 然后还有小疙瘩 特别难受 我觉得冻伤过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内蒙人 皮肤好像真的是不太好 就是跟气候有关系 又风大 又沙尘暴 我们扛过了这么多东西 而且我们那儿 其实也算是高原 是内蒙海拔 还是有一千多米的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真的是很荒凉 因为我住的地儿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住 你住蒙古宝 我是 我是 我们家还有骆驼 我们家 每天设个街 不是 教主 你能不能讲一下正面的事情 万一以后你的家乡 想请你带个言什么 就你今天这一席发言 我觉得这事儿吹了 那是小的时候 现在真的是乌海建设的 非常好 乌海有一个叫黄河大桥 就那个桥 它不输金门大桥 你看咱们这个牛逼吹的 是吧 而且因为黄河每年 是要动的特别的瓷式的 所以那个冰上 其实有无数的项目 有的时候 你看北京人小时候的回忆是啥 就是我们深海溜冰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大家溜一溜 我们黄河要溜冰 现在任何一个项目黄河都有 你知道吗 什么都行 而且冰车不输北京的 因为就那几样 那几个真的很好 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 真是我们荒凉感是啥 就是跟死亡非常近 我小时候我们家平房前排那家 就是我们误拍照那家 他们家就有一个小姑娘 好像得了个什么病 心脏的病还是什么 还跟我一个幼儿园呢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告诉我 这个古乐乐来不了 就是名字 然后这个乐乐来不了 为啥他这个没了 因为就是得病死了 有一天早上 而且还跟他爸爸吵了个架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 看着他爸说 爸我恨你 然后就死了 他爸对多大心理阴影 他爸真的心理阴影特别的大 同样就这排 就这排平房 一排五家 左边那家 然后他们家是 妈妈得了乳腺癌 就切了一半的乳房 我们家斜前面 有一住宅楼 我们家水有个铁 有点这个 水绝对有个铁 一下回找到那个房子 东南角点根辣 风沙大一定灭 我跟你说 一定灭 现在风沙好多了 好太多了 现在真的是 种了很多树上 都说小时候的事 然后那个斜前方有个楼 他们那孩去黄河里面玩 黄河里游泳 然后觉得自己可牛了 就在那个桥那 然后陷进淤泥里冲走了 那个人也叫乐乐 所以我长大了之后 看到所有叫乐乐人 我心里想 你们真是命硬 能让我看到的 都是很命硬的乐乐 我小时候好多次 感觉都是那种 但小时候不震撼 就小时候觉得死亡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就说死亡 是一个离你很远的事 又远又近 又远又近 因为你身边会发生这个事 你不觉得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或者咋样 而且有的时候 因为我周六 周日会骑自行车 去我姥姥家吃饭 路过那种 就是楼跟楼 小区跟小区之间 那真的就是荒漠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荒着的 长那种棺木丛 然后那种感 我小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种记忆 现在不一样了 咱们内蒙呢 自从开始建设了乌海 黄河大桥之后 已经迈向了新的高峰 就你们给我穿的 万一真的 我就现在心里就想 他们要找我代言 可是说脱口秀的 都有两个乌海人 他怎么就选我呢 我先去把大老王干掉 乌海市旅游局 会关注你的 希望家乡的人 听到我 你们还会有 以前的一些个啥记忆 其实有 因为其实说白了 霍河浩 因为我住在 霍河浩的西郊 我们那叫悠悠板 悠悠板 然后回明区悠悠板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 你说那种的 很苍良的感觉 我能感受到 因为我们家 就是在往西的话 当时我们出去玩 叫大野地 就是说就是有一些 就是人们 没有种田的地方 就是标语 我很有共鸣 对就那种原生态的 我们每一次小学 就是一起组织出去玩 都去北沙坨子 就是一片沙 有几棵甘巴树 然后就是那种地方 去那干啥呢 打野兔子 没有 我们玩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游戏 老师把有着 不同字的奖品的纸条 藏在整个山头上 然后我们找 就是一个笔 一个橡皮 一个本子 然后或者是一个 什么扣着什么章的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开始藏 我们都没开心 我们满山去找 可以找两个点 然后老师 你们老师才是最猛的 老师就不管我们了 然后我们就挖洞 爬树 刨沙子 石头块掀起来 老师是猛汉高中毕业 猛汉和猛汉生的 猛汉 太猛了 我大家觉得 孔老师那 你们的大野地上 是有植物的是吧 有 其实就有很多那种的 就是有 像有长了几百年 那种老树了 当时因为还没有 这种开发 就是房地产 那边就基本上就 也没什么人去 因为种田 那儿地 土壤也不太好 就是这种的 还有那种的 一些废弃的那种的 小的那种厂房了 然后什么的 就小时候就经常去探险 就有一种属于小时候 独有那种快乐 就现在的话 比如说现在的孩子 你记得去郊区玩 你没有这种 就是说这种特别 就是这种感觉 你没建好的厂房了 或者说那种的 特别原生态 那种野地了 你没有人 都去那种特别 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所以说就小时候那种的 就是冒险的感觉 尤其小孩们喜欢幻想 就那种幻想的空间 就会给你留很大空间 小时候每天玩玩 回去会想 今天晚上玩那个地方 可能藏什么妖怪了 什么 对 就会脑补很多东西 对 我当时看那个 马格吐文的 哈里贝瑞历险记 他里面就说 几个人是探洞 上山 是怎么样 我每一幕都觉得 在描述我 描述我 我突然想到 我们家那儿 为什么有人得病 以前我们家 右边是一个垃圾填埋场 那边好多垃圾 我还在那个垃圾山那拍照 我爸说 你看虚化了背景之后 后面就像一个琉璃 琉璃 我住的好久 我的地儿 我好可怜 教主的父亲挺高 很高雅 我怎么活到现在呢 靠艺术的心头 但真的 可能跟那个有关的垃圾填埋场 然后旁边还有天然气场 可能你最后搬走了 对 我就是我小学之后才走 我来到北京 把沙尘豹 沙尘豹带来了 我要把沙尘豹留在那 沙尘豹不得病了 我得带来 我说你跟我来沙尘豹也死 沙尘豹不死了 我说你跟我来北京吧 那个沙尘豹也叫乐乐吗 沙乐乐 乐乐跟我一起来了 这家伙 那忙乐乐车也特别多 那你们小的时候会有一些个 有意思的娱乐项目 这其实能聊到一些个 有特色的也行 其实光小时候的也行 比如说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玩 就是山羊片 就山羊片山画片 山那个 然后滚铁环 你看北京是滚铁环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可羡慕了 他们小时候拿那铁环 然后弄一个火钩子跟他滚 我印象中我滚过 因为我看那文章 爸妈也看文章 就发现有这滚铁环是啥 大家也滚 那猛的地真的不适合滚铁环 太险了 不是 胡奥特也是有烟花露面的 是吧 我们乌海的地 是的 我们的柏油路 完了完了 我担心你 要揍我了 你知道 我印象很深 是我们其实就踢球 也像孔老师说的 大野地上踢足球 踢什么玩意的 我们分出个场子踢 那真的是一摔倒了 那就是硬汗摔倒 那腿巴一块皮就没了 我们叫杵 杵 杵 膝盖杵破了 然后好像有一句话 就是骂一个人 傻 就是蠢 干不成废物 就叫个储货 对 个储货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走一路摔 走一路摔那个感觉 太有画面感 小时候基本上玩这些 就是我们穷人 然后三位贵族 小时候怎么骑骆驼 一般也就是 射骆驼 放一放马 骑骑羊 骑骑羊 不是骑马放羊 怎么放马骑羊 放马骑着羊 泡马干 个子矮 泡马 泡马 小时候也太猛了 我记得小时候 我游过野泳 野泳 就是那种水泡子 就是那种野的 天然的那种的 他刚说在黄河里 黄河也死了 也蛮危险 有一次我也差一点 当时就是神石鬼柴 因为你看不见 那个水泡子底下 是什么地形 那个尺子底下 然后我就 在一开始 不怎么会游 在边上 就在水里面 铺腾铺腾铺腾 底下正好有个 像台尖一样的 就你往前迈一步 蹭一下就下去了 然后我当时都喊不出来 我就只能从那往上跳 跳出水面 呼一口气 然后又下去 跳出水面 呼一口气 最后硬是蹦上来了 从台尖底下 硬是蹦上来 当时就感觉 哇塞好险 幸运 幸运 之后就再没有 敢去那游过 当时我们游野泳的孩子 他自己做装备 当时没有什么 就是买那种游泳圈 什么的 贵嘛 他们就自己 其实就是拿那种的泡沫 泡沫 然后拿那种 家里给做 拿布袋子缝的那种的泡沫 然后绑到身上 绑一堆泡沫 因为有福利 小孩没有多重 靠那个游 那再套层布 就是救生衣 对 刚才说的套布了 对对 套布了 我买得起游泳圈 所以我还是有一定收入小时候 我们也不认贫困是 我们梦C呢 还不写歌 歌送我们 梦C 我印象中好像挺野的那些 我都是从小时候结束 什么套圈 我们有夜市 套圈啊 然后射气球啊那些 这都是全国传统 全国通用 全国通用了 通用了 太有那梦特色 其实我们也没玩过 菜蘑菇算吗 菜蘑菇 那是云南的 在草原上采蘑菇 有口蘑菇 草原有很多 但是很远了 对 就是开车也就两三个小时了 其实说起来 我们因为就虽然说 都是内蒙古人 但其实我们这种典型的 还是属于城市 对 想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其实内蒙古的 特别是有人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市区 然后一般说方言的 都是在牧区 是在草原 所以你能见到 说汉语的这些人 他们都不太能接触到 草原的一些特色 玩的也就是一样的那种 但我小时候记得一种 真的很有特色 玩沙子 这个玩沙子是啥 就比如我们去宁夏 去银川 有一沙湖 应该是银川吧 沙湖 然后那个地方 真的是有湖 也有沙子 沙山 然后在上面就滑 滑沙 滑沙 波兰首都 你这么说我想 你说到沙子 我想起来 就是内蒙 就霍浩特旁边 就鄂尔多斯附近 有地方叫响沙湾 是吧 就那个地方的沙子 好像是会响的 就往上滑一坑就 嘣嘣嘣嘣嘣嘣嘣 对对对 好酷啊 是那个地方 就是我刚想推荐一下 我们这儿的那个旅游景点 我们内蒙翅峰啊 有一个地方叫玉龙沙湖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我觉得那个地儿挺好的 很大 而且它是很多电影的踩景地 比如 就是那个 之前范冰冰拍电影的 四个字的那个 四个字 我不是拍电影 不是 很文艺的那个 我飞金莲 挺网大呀 这地下网大 万物生长 是吧 有这么一个 好像有 对 有一个沙漠的一个 是在那儿拍的 玉龙沙湖 玉龙沙湖 还有响沙湾 响沙湾 对 我刚刚想起来 就是 就是 齿峰有一个那个 阿斯哈图石林 对不对 阿斯哈图 你这都知道 因为我去过 因为他那个地貌 和他那个石林的 一个样子 比较有特色 好像是什么 我不确定啊 是喀斯特 还是什么地貌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 可能不一定对啊 但是就是那个石林 挺好看的 反正是 然后配着草原 现在已经更名了 叫克什克腾 克什克腾奇 克什克腾的实力 这不一说就知道是哪了 对对对 克什克腾的奇 对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 正好我们解释一下 这期标题 我觉得我会起的 那个标题 这个内蒙有很多的旗 就是各个旗 所以咱们四个 其实都算正宗的旗人 我们是旗人 咱们 不是这么解释的 不是这么解释的 是这么解释的 不要这样 突然就开始上高度了 找宗族了 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突然说旗人 我是正乌奇 咱俩 正乌奇 正乌奇 你是正宏奇 正宏奇 正宏奇 赤风 再推荐点玩的地儿吧 咱们 我们那儿有一个 算是旅游景点 也是可以吃好吃的地儿 有克什克腾奇的 达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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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鱼 叫滑子鱼 滑子鱼 抽上滑子 突然抽出一盒红色的小盒子 掏出一杆 来杆滑子 你没有说这个之前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对 这个鱼听起来很社会 不是不是 它就是那个字啊 就是滑 也是滑 滑子 也是滑 滑子鱼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它长得像似乎来 不是不是 它是鲸鱼的一个品种 它非常的有营养 它是在那个我们达里湖 然后会进行产卵 产卵期的时候非常壮观 所有鱼逆流而上 那个湖面上全部都是鱼 密密码码的 你看不到水 全部都是鱼 它们逆流而上 然后往上去产卵 然后也会一个回游期 回游期 那个时间段就很壮观 而那个鱼也很好吃 也很贵 但是不太容易能吃得到 很贵的 中华多少钱 辣辣抽华的找辣辣鱼呢 所以无论是去那看景也好 或者是看那个花子鱼回游也好 都是一个很震撼的体验 漂亮 还可以吃到好吃的 这个真没吃过 对 说起来 我觉得我们内蒙附近 还有地方值得推荐 你叫四子王旗 对 对 这个我挺有趣的 这个它是那个 就是中国的那个神舟系列火箭 那个返回舱的降落点 降落点 之前就是我爸跟我讲过 那边木鸣啊 其实就是能看到那个返回的时候下来 对 然后就他们就木鸣就开着车追 你知道吗 开着车追着看 对 你看你看这个景观 开车追着看 拿着套马杆去准备 我给他套下来 但是其实他们去的时候 人家那边已经保护起来了 因为就是宇航员返回了嘛 就不让进去看了 对 但是就是 大家多看新闻吧 什么时候发射要返回了 可以提前去 开着车 提前去蹲点 我看返回 对 在那某其实自驾也挺好 对 这是从一个市开到另一个市 沿途的风光真的很好 就是那种赛北风光 说起这个来 我觉得就平常你 我们说草原金曲嘛 就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听了 或者说你上班路上 在城里面开车听 其实感受不是很 还好 但是你到了草原上 两边都一望无际的 像地平线一样 中间一杆笔直的路 然后阳光好 你那个时候听草原金曲 孟子也就会明白 我天啊 突然歪楼了 我天啊 那是草原金曲 真的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听那草原金曲 你才能感受到 为什么蒙古人会写出这样的歌 是的 对 那感觉真的就是心情 不管有什么事 一下要打开了 对 对 我妈看着这一幕 去年我们自驾回去的时候 我妈看着那个苍凉的景色 忽然开始感慨 你说那古时候科举的时候 这大家要进北京赶考 得多难啊 我说妈那个时候 她就不去 进北京就不是赶考好 那入侵了 你这个历史怎么学 我天哪 但是真的是那个地方让人觉得 那个你看着那一幕 你有点明白 就他们为什么频繁的要入侵 资源太少了 对对对 就真的得是 要想着我得打 我得到处跑 你这要不然你就只能在那吃沙子 就说 潮米里面都有沙子 因为就是 其实内蒙土地的话 它是比较偏沙壤那样 对 因为那会儿 明明也没有土豆种植技术 对 就现在内蒙的土豆 就像四王天那边 土豆种出来特别好吃 就是日造族 然后那个土地又是那种沙土 种出来特别好 西瓜也挺好 西瓜 什么红薯土豆种出来都特别好 但当当年那个你 他们也就是拿着玩意儿 种不出什么庄下来 对 那时候是游牧又不是农耕 对对对 想想农耕 学不会这地方 对 我给各位推荐一个 不是给各位 给听众推荐一个 五园 就是这个 这是个城市 对 五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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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园 当年的五园会战是在那打的 五园 为什么推荐这儿呢 因为他刚好在核桃平原这附近 夏天去 你会吃到非常非常非常甜的瓜 对 那个蜜瓜 黄河蜜瓜呀 现在咱们传过来的这些 那都不是很甜的 就得当地 有我小的时候管那个东西叫花兰市 对花兰市 花兰市 花兰市不是花兰市 花兰市 天天天天天天说的是什么 美国一记者 反正记者给吃了 我们都恨人家是 花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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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甜 而且内蒙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家就在河道平原附近的 乌海 他吸过便宜到 我们家每年夏天要买两百斤西瓜 然后放到这个两房子 放的真的是 并且便宜 我们潮米里都有沙子的这么个家庭 那不是一般家庭能消费起来 我们都整那西瓜 特别好吃 就极度推荐各位去 而且羊肉什么的 那肯定满的街都好吃 每一家都好吃 推荐去五元 可以看一看 风光啥的 你可以一路开过去 其实 你走胡浩特 然后再到五元 再到乌海 乌海也非常值得推荐 教主故居 还没顾呢 他还说这个 就这就顾居了 我们不去垃圾场 现在已经好了 自从有了乌海 黄河大桥 我们乌海已经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自驾的一条线路 叫做达达县 达达县那条风景 是被评为全国内蒙的 这个线路自驾游最美的风景 因为它会路过非常多的 这个草原啊 还有河流啊 然后可以有条件的话 可以拿一个那个 那叫什么机来着 无人机 无人机拍摄一下 忘了 不好意思忘了 猪肉勾集 哪只狼木鞋也可以 桌子山熏集 桌子山熏集 这是四大名鞠之一 对 我以为四大名鞠里边有猜文鞠呢 有 也有 实在凑不齐第四 对 这样拍出来就特别好看 一几个话给人插成这样 我感觉大家今天都被教主感染了 说着说着开始不自信 是好看 还有麒连山 等等 麒连山是甘肃和青海 甘肃像 不到那吗 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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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胡马都银山 大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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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个银山 包括刚才说的像这个桌子山 桌子山 那是个城市啊 桌子山 对 我小时候听了一个叫石嘴山 好像也是个城 那是宁夏的 对宁夏的 宁夏的 因为我们我们地方离宁夏太近了 我们能收到石嘴山电台 我看了所有僵尸片都是石嘴山电视台 太惨了 石嘴山 石嘴山定期一下内幕投送这个僵尸片 好吓人 突然聊出这种漠视感 这儿都僵尸 不要来啊 我们这儿还要杀着棒呢 杀着棒就乐乐 你管啥 我感觉教主是在这儿拿了一堆答案 在这儿试呢 谁让你嘴 不是 好 好 OK 自驾这个我 草原自驾因为稍微有一点那啥 就是如果没体验过的 我介绍一个画面 你们可能会想想去试一下 就是自驾的时候 你偶尔会看到 就是比如说草原上会下雨 但是你没在鱼里边 就远远的能看到天地之间一个水柱 对 因为你的能见度太高了 然后你能看到地方太远了 所以你能看到一场雨正在某地发生 对 然后开着车追鱼 我来了 吸车了 拿着套马干 看能不能套着鱼 那你要这样说 草原上其实很多景观 你都是那样看 就很 它会追着你走 沙尘暴 龙卷风 龙卷风真的很常见 就是很小的那种细细的龙卷风 你看着它在卷 因为只要是一个特别平淡的地方都能看 内蒙古的龙卷风就内卷 哇 sorry 所以不该怎么办 看到内蒙的龙卷风应该躺下 躺平 遇到内卷就躺平 这也是真的的确是这样 还有还有雾 小麦有一次我们之前的一个嘉宾 小麦去内蒙不就碰到雾了吗 还有风沙 三秒之内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完全就就你那个方位感特别的可怕 而且可能你比如你再睁眼的时候 好多东西都出了一位置了 你的感觉都不对了 是的 所以也可以追着跑 然后套一套 我们内蒙怎么这么粗广 动不动就追着 追鱼 追风 对对对 就我觉得内蒙有个性格 就是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体会 就是我们有一个风 就是一种性格叫赛 赛脸 就是我们不管 赛脸 你比如说 是这个字说的时候 必须得用丹田气 赛 我知道另外一个 我们那边用丹田气说的词叫 废 废 就是被撞着的疼 就难受 叫废 阿废 这种感觉 这个词好亲切 对 然后就是那个 比如说我们滑冰 大家滑冰可能就是休闲 休闲 我们一定要比赛追逐 就一定要比赛追逐 互相追 追逐 抓着就跟那个 那个极限挑战的 或者是那个 私明牌似的 一定要赛 然后我会游泳了以后 和我同学 其实游泳就是放松 放松 一定要赛 必须要赛一下 就是这种性格 输人就直接把他当掉杀了 这也太赛 说的感觉 全内某人都住在秋名山上 动动来 飘下 小伙子 小伙子有不错 飘下 过弯很漂亮 还可以去看 纳达姆大会 虽然我没看过 但是纳达姆大会 据说非常非常好看 蒙古人都会有自己 特别民族特色的那些个项目 摔跤 射箭 我有一个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忠告 就是如果大家如果不是内蒙人的话 你外地人过来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本地的习俗 一定要提前先问好 不然的话这个会非常容易打扰到 对草原人 比如说他们在击败啊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女生不能进去啊 或者是一些穿着说话啊 等等 或者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墓区不能进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得查查攻略 对 我突然想到咱们那个疼叫肺 肺 而且忽视动不能加个歌 歌什么 难道粤语是受我们影响吗 我顶你个肺 我顶到你 哎呀个肺 那这个可能最早要追溯到这个元朝了 元朝我们要求的是这么说 不知道为啥我听起来 你说的很像顶你个肺 我顶你个肺 我顶你个肺 肺 天才 天才般的联想努力 厉害了 所以欧洲也许也是我们影响 要往成绩四海那倒了 我们 这个其实是个小话题 我想来聊一聊 这里面会有一些 内蒙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地名 其实很多地名 非内蒙人听起来都很有意思 比如巴蒙叫巴言闹尔 闹尔这个字你平时都看不到 对 很少见 三点水 三点水 有一个卓 卓越的卓 就是那个猪 卓越的卓 真的我们那边这种地名特别多 你看我住的地方叫悠悠板 悠悠白 然后我记得就小时候听过最诙谐的一个当地地名叫躺不浪 躺在个不浪上 就是不浪在我们家是棍子的意思 然后躺不浪 躺不浪 这名字说出来就很有气势 然后就一直对这个地方很好奇 然后还有什么麻花板 麻花板 什么刀刀板 刀刀板 有有有有 一个比一个狠 对对对 还有那个什么卡拉庆了 乌苏兔 乌苏兔 对 卡拉的 我们那有卡拉庆 卡拉庆 卡拉庆 但是我们本地说是卡拉庆 卡拉庆 卡拉庆 你这还是东北 卡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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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左旗 巴林右旗 卡拉庆 差点说成乌鲁木齐 要吞命啊 我又想到一个事 那个当年我们去通聊一块赶那个 赶赶讲座的时候 我们有个市场部人员 他好像是哪儿 山东 还是哪儿 那个他总是把轮说成龙 龙 那他鼻音特别重 鼻音特别重 也可能他是就是陕北或者内蒙 对 那就是陕北 对 但问题是通聊也是内蒙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 他跟这个人对话 哎呀 师傅 带我们到希腊木龙 这是一个地儿 然后那个时候内蒙人啊 鼻音最 印象中鼻音最重的内蒙人 哎呀 希腊木轮 给这希腊木轮 木轮 我在咋带你啊 怎么还是木轮 我说这是长春的师傅 通聊之前就是吉林 通聊 齿风 都是这个口音 所以其实大家有个误解 我觉得 就是一说东北就是东三省 其实内蒙东部 也属于东北的一部 哎呀 你这句话说的真是深得我心 哎呀 就是一个 我在想当内蒙人的内蒙人 希腊木轮呢 因为因为其实东北的明确的定义 他除了东三省以外 还有内蒙古的四个蒙 对对对对 这四个蒙就其中包含 呼伦贝尔蒙 对 和那个新安蒙 还有池方同僚 这四个地方 对 是的 那说明你是一个精神东北人 你特别适合做代言 代言京东 精神东北人 我本来就是 精神东北人 你这整的 东北是地理概念 东三省是行政概念 是这个意思 好吧 东北 我们可以聊点 稍微走心一点 其实也没啥走心 就是往上架去 咱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家乡改变了各位什么 塑造了什么样的性格 我还是抛砖引玉 我首先塑造了我一定要 致富的性格 我再也不要吃沙子了 我再也不要出垃圾堆了 这的确也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真的是有这个感觉 我特别向往在重庆 香港 成都 上海这样的地方生活 我第一次来北京 我几个活动 乐疯了 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感觉 是挤 渴望人群 对 我渴望挤一点 可能拥挤一点 我去香港 那小巷子 就一个人能过 然后那牌子都挤成那样 重庆我靠挤的都往上走了 我说这就是天堂 真的觉得太好 我就喜欢 那你每天早高峰挤地铁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开心 天堂不应该是内蒙吗 就是爱好 就平时没让早上去 记得早高峰 各个县挤一趟 我们这种经济水平 公交 我们三百路 也是经常坐 这种 然后我 这真的是印在我脑子里的一个现象 我就很不爱在很空旷的地方待着 你像我为什么 我很喜欢日本 我喜欢去京都待着 就是因为当年待过一两次 然后他那个街道就很窄 很拥挤 我喜欢那种挤的感觉 心底害怕了 但我碰到重庆人 从心理学上来讲 是缺乏安全感的感觉 我老婆 我老婆重庆人 他就特喜欢在宽广的地方 他觉得 重庆太窄了 这晚上一开门就挤着 最好就去那 你老婆的口音 他是京东 他适合去内蒙呆的 旷野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对我的一个改变 很明显的一个这种改变 当然就是潜意识的改变 有比如性格之类的 我觉得最明显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能那某人的话 心胸会比较广阔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地狱造就人的性格 就比如说就是包括东北人也是 就是白云黑土的那种的那种地方 每天就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事 特别就是说会让我就觉得 就一绝不正那种 总感觉就是 每天看着这么广阔的空间 觉得这都不是事 你得支扔起来 支扔起来 对对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 不在乎吧 不太爱计较 不太计较 对不在乎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某东西部 会有一些差别了 就像东部 我猜可能还是会有融合东北人的性格 也有那某这种广阔的性格 然后对我来说 我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就爱赛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会情绪化 比较厉害 就比较 就是有一些就是本能的野性 就是本能的野性 就是尽管上了这么多年学 可能一旦说起什么事 很激动就嚎开了 就是吼开了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 我不知道空学圈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家庭聚会 或者同学聚会 我们一定要在饭桌上唱歌的 你这是蒙古族的习惯 对 但可能肯定有融合 就像我们同学之间 我们聚会 就不去KTV的 就直接吃完了 喝完酒 直接饭桌上就开始唱开了 然后大家一起就开始唱 这是一个 对 人本汉的高中 就是这么猛 反正就是这种性格吧 也是爱唱爱跳 爱闹爱玩 就是这种 会有心底里 学业里有一些野性 主要还是这种 对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 像东北人一样 就是猛汉 就是猛汉 喜欢去海边 包括说话 我突然觉得此刻不是那猛人 聊没了 我觉得可能聚餐 或者是那种聚在一起的感觉 会让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之前在外地也说了 在湖北那会儿也待过 就好像他们对于聚在一起 或者是亲情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浓厚 就是可能一家子 但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大家族的那种 过年过节的一起聚啊 包括可能朋友啊 就是那种聚在一起的感觉 让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家 这个是我的家乡里固有的 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对 让我觉得挺好 我突然想到 我只是小插曲 我突然想到我们那说话 有这个习惯 就普通话会把叫你的称呼 永远是声调 比如我们不会说 天天你把那个饭吃了 都是天天 你把饭吃了吗 是 往上什么 不知道为啥 往上整这 这应该还是受那个山西化的影响 是吗 你走西口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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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我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 精灵其实这个问题就尴尬 因为他现在还在那么生活 但其实可以想想大学的时候 就是离开家乡的时候 家乡的哪样东西 其实最怀念 空气 你这有点 对 怎么回事啊 真的 其实那个什么 我简单插一句 就是那个超市里还是就北京 我找 买空气 乌伦贝尔空气的 真的 那个是吧 那个是吧 乌伦贝尔 对 就草原上的空气 乌伦贝尔 对 这里额外插一句 就是真正想看草原 看真正美丽旷野的草原 乌伦贝尔 还是得去乌伦贝尔 乌伦贝尔 当然你觉得远的话呢 你就 康熙草原 霸上草原 我们乌兰不同 表示不服 哎呀 那你们刚才说 胳膊手往外拐 我们呼号的方面 有葛根塔拉草原 哎呀 我的天哪 你们刚才怎么不这么说 刚才介绍旅游景点 一个草原都不提 我还以为是避讳的 就是看太多了 太多了 太腻了 哎呀 这些 那精灵继续 你们正怀念空气 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内蒙 就是北方的这种空气 就第一个是干 就是你在外地你就会觉得更潮湿一些 但是这个干呢 它其中又包含着很多其他的气味 就是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味道 你特别是下火车那一瞬间 你就立马会闻到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就是我觉得反正我的家乡的那个味道 我一下子下车我就可以记住他 就是让我最怀念的 是这样 就包括我就是从外地回来 每次就尤其冬天 从那个霍浩特车站下来的时候 那个冷空气那个味道 对对对 它不只是就是简单的很寒 很寒的空气 它是真的能感觉到味道的 对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但一看就一闻 霍浩特的味道 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对对对 那教主一回家 家的味道 杀的味道 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家吧 什么语言 只要有风沙 就是哪里都是家 只要有风沙 哪里都是家 我也太子 家的味道 我也太子 我是蚯蚓 我沙漠蚯蚓 两位环境上 人家空气 人家说的 口腊是凑上来 对空气 对对 这得说出自己的特色 天天 怎么一样 我觉得和空气也类似吧 就是蓝天白云 就真的是高云 就是高 又高的天 然后又白的云 那个云白的特别白 就是 就很难形容 就是 就只要天气好 没有沙尘暴那种 就是天特别的蓝 碧蓝那种感觉 就是 我这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每次看到朋友圈 有人在晒 哎呀好蓝的天呀 晴后万流 我们天天都这个样子 有什么可晒的 不知道 我们天天都这样 有什么可晒 我们只不过通过一个歌手 写歌来歌颂他 冷的天空 你继续 就是蓝天白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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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选美术的 孔老师应该知道 就是 颜料里边有一个颜色 叫群青 对 就是 就是这个颜色 他蓝里偏紫 就这个颜色 对 对 就是这个是在别的地方 是没有 没有的蓝色 对对对 而且内蒙的晚上不出意外 即使是在城市里 也能看到星星 对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 对 我真的 来了北京 我带来了沙尘暴 我就把我星星溜了 这个我印象很深 因为小时候的话 像我们呼号特 经常会星期二晚上停电 对 周二晚上会停电 然后就家里面停了电 没什么事 就我爸会带着 我跟我姐在院里 然后完就看星星 就完就就就就 就给讲讲点故事了 这样让我们被家谱 什么的 太演过了 是很夸张 孔国斗 后面跟着谁啊 然后当时那个星星 清楚到什么程度 就天上有那种的 就像卫星一样 就卫星一样 就移动的蛮快那种星星 对 真的是能看见的 对 就看得很清楚 天上就就有点像 大家就看那种风光纪录片 对 就在空气很好的地方 然后用延时摄影拍 就是你当时 就能直接看见 对 黄尔尼 你又跟着人家复合 我没复合 空气你也说 蓝天你也说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氛围 因为就是霍浩特 其实这个城市挺悠闲的 对 甚至带着一丝懒散 懒散 不带有 就是 内蒙都是这个样子 内蒙没有很着急的城市 都是 你在北京生活惯了 你回到霍浩特 走在大街上 你会感觉就是你是这样的 其他人都是慢慢又晃啊晃啊晃 而且街上人的密度远远就不如这边 人的密度还是其实相比这边蛮低的 然后大家心态其实也就是心态挺躺平的 对对对 就是我爸我妈对我的教育就是差不多行了 不用太较真啥 差不多就可以了 行了 对 哪有家长就教育孩子差不多就行了 除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宁着写作业什么的 基本上长大之后就这么就差不多就行了 让你就不要太较真 注意身体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每天就这种教育 所以说那个氛围的话 就是让你感觉就是很放松 极度放松那种感觉 我以前聊兰州的时候 我说过一次 就说那个 我比较怀念乌海空气中那个硫磺的味道 因为它的确是污染 然后也是各种弄煤的工厂 而且大家很容易生病 然后那个味道 但是我今天聊完 我在想 我其实还挺怀念一个发语词的 这个发语词 就是这样的发语词 我不知道是不是乌海经常这样说 就是闹盛了 西部地区都这么说 就是这个感觉 因为我一听到这个话 我就会觉得 第一很亲切 第二我会觉得就很靠得住 就这个事在掌握之中 对 虽然他是一个很惊讶 哎呀 这次登上了 这次 就是这种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玩意儿 就是 就是有靠山了的感觉 因为那是你小时候大人们说的话 大人们说的那种感觉 每次一说 哎呀 哎呀 就这种感觉 就感觉 然后没有意义 大人们帮我 这事儿帮不了 哎呀 帮不了 教主判断 家里人说这个事儿靠不靠 我就看有没有意义 哎呀 有 靠不靠 怎么这样 那六兽老师怀念内蒙的时候 思考全阳的时候 你没法怀念 那我们这次呢 其实也跟三位嘉宾聊了很多 关于内蒙的这个回忆 也希望各位对内蒙产生了好奇 其实可以多逛了 反正现在出国出不了 你就内蒙就自驾游 对 走那个各种草原 现在马上要到什么节了 没了 国庆吧 国庆自驾 不是 其实那个就是内蒙最好的旅游季 就是六七八三个月 六七八 对 草市长的是最好的时候 对 那就趁着七月八月 这没事 周末两天自驾 差不多 逛一逛 去去内蒙 然后如果各位有什么跟内蒙有关的想法 或者是故事 都可以在讨论区跟我们来留言 也可以加入我们线上听友群 一块跟我们聊 听友群加入方式呢 也很简单 搜一个微信号 无聊斋2021 无聊斋就是拼音的无聊斋 大家搜这个就可以 那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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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